今天我们来回顾一下之前所学的内容 并进行一下比较 第一题 判断题 善德贞德女王和武则天 能够成为统治者的原因是相同的 正确答案是错 善德贞德女王得益于新罗的古品质 武则天更多的依靠个人政治手腕 第二题 判断题 虽然女王女帝坐上了最高统治者位置 但她们依然无法改变当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 正确答案是对 本次课时的关键内容整理如下 一 善德女王在位期间 安抚救助百姓来赢得民心 同时积极发展自己的政治力量 并发展佛教文化 治国理念偏重于国泰民安 二 贞德女王的支持重点 主要在对堂外交和国内政治改革之上 三 武则天的支持理念主要体现在建言十二世上 其统治时期 社会 经济 文化均得到了很大的发展 四 古代由于男尊女卑 男权思想的存在 对女王女帝的评价不高 当代女性意识的觉醒 让评价变得更加积极 还记得第一课时的时候 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吗 中韩两国为何都在七世纪出现了女性统治者呢 现在我们可以来试着回答这个问题了 首先从整体上看 七世纪前后 东亚社会女性的地位较之其他时期要高 这是女王女帝 得以在这一时期登场的社会基础 然而女王和女帝登上历史舞台的具体原因之间 却是存在差异的 善得争得女王 得益于新罗的身份制度 古品制 应出身圣古身份 而可以以女性身份做上王位 可以说这是新罗社会 血统大于性别的结果 而武则天并非皇室血统出身 她靠着自己的勃勃野心和政治手腕 先坐稳了皇后的位置 之后借唐高宗之手将自己的政治才能发挥出来 最终克服万难 成功称帝 因此武则天得以称帝的原因当中 其个人的因素所占比重更多 虽然中韩两国历史上的女性统治者 她们的即位有着各自不同的原因 但就对本国历史的贡献而言 无论女王还是女帝 其表现都是可圈可点的 首先 女王和女帝都致力于国家的正常运转 对善得争得女王而言 彼时新罗正处于内忧外患之际 因此他们的治国方针不再是领土扩张 而是守护好既有国土 最大程度使社会安定下来 对武则天而言 他的目光略过了整个王朝的政治 经济 军事 文化 社会 全方位地实现了自己的宏图大志 使得改朝换代的血雨清风 很快稳定下来 其次 女王和女帝都设法赢得民心 无论是通过正序还是通过重用人才 女王和女帝都希望能为自己笼络民心 而这些手段的使用 最终目的都在于强化自身的王权 另一方面 女王和女帝所面临的困境也是相似的 那就是他们终究无法改变 当时依然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基础与秩序 善得女王再怎么努力 终究逃不过女主不能善理这样的贬低 武则天也未能完全摆脱男权思想的影响 面对后继者的选择问题时 从来未想过要传位给女儿 而是在侄子和儿子之间进行抉择 而且也是由于男权思想的影响 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在很长时间内都带有贬低色彩 当然了 女王和女帝的知识策略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 例如善得真德女王面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有力竞争者 金春秋时没有选择将其铲除 而是努力使其成为自己的得力助手 而武则天虽然在重用人才上不遗余力 但若有人挡在他的揽拳之路上 既出现反对他的人物的话 武则天也会毫不犹豫地将其除掉 因此 新罗女王最后留下的是慈祥的一面 而武则天更多地留下了残酷的一面 但无论怎么说 从结果来看 女王和女帝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一段历史 而且通过自身的努力 不仅没有令国家在自己在位期间灭亡或改朝换代 还分别为之后的新罗统一三国和唐朝开元盛世打下了基础 就这一点而言 我们应当给予他们肯定的评价 特别的 随着现当代女权意识的觉醒 对于今天的女性而言 在众多男性当中登上最高统治者位置的女王和女帝 是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的 这说明 即便在男权思想为中心的社会 女性同样能够发挥出自身才能 同样能从众多男性中脱颖而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